用灯做背景墙 你想得到吗 感觉很温馨 但又很时尚 用线条做装饰 你想学吗 特别凹凸有致 特别精致 时尚感特别强 创意的装修想法 省钱的墙面设计 本期交换空间 更多新鲜 带给你 交换空间 交换精彩 大家好 这里是交换空间 我是王小千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还是在青岛来进行拍摄 入选今天交换空间的两个家庭 他们说都是我们节目常年的忠实的粉丝 此次能够入选算是梦想成真 但是讲心里话 我觉得现在就说 让他们的装修梦想成为现实 还为时过早 因为在未来48小时当中 设计师是否能够拔得准他们的脉 最后装修出来的效果 是否能够达到他们的满意 谁也不知道 不得而知 好了 那么我们的装修大幕即将拉开了 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 参加今天节目的两位设计师 性格开朗的张景伟是同事眼里的女汉子 她喜欢画画 喜欢旅游 曾经一年走过12座城市 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文化底蕴和风土人情 我会从中寻找设计的灵感 积累创作的源泉 对待设计 张景伟坚持个性化定制 他觉得 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生活习惯 不同的功能需求 设计应该从细节着手 我所追求的设计不仅限于空间的视觉美感 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设计 一种热爱生活态度的流露 用艺术衬托设计 将设计融入生活 这就是我的设计追求 她是同事眼中的万事通 是业主的贴心人 也是一位工作狂人 被设计而去创造 大家好 我是设计师薛胡双 工作中的拼命三郎 对待生活也是充满了热忱 为了追美剧 她可以熬到半夜等更新 而喜欢音乐的她 有一首歌 总是百听不厌 只为歌中唱出了自己的心声 一套设计的开始就是一段故事的重现 流入美好的回忆 很多时候在设计上不需要过多的炫技 设计归根到底就是满足人们的内心需求 设计是简单的 生活也是简单的 让我们简单快乐的生活 两位在业务上滋滋不倦追求的新锐设计师 接下来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时间经费的双重的限制 同时也包括原来房屋的装修基础 还有现在我们选手对于装修的具体的要求 等等多重的制约 到底能不能出色的完成这次的装修任务呢 现在真的谁不知道 希望他们能够加把劲 任务派发确定 设计师薛福霜为小两口打造婚房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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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进 请进 过不您多 喜欢吗 这是一对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年轻人 男主人赵立辉是地地道道的青岛人 女主人宋冠南来自西北兰州 他们相识在青岛著名的海滩 石老人海滩 一见钟情的两个人经过一年多的磨合 觉得对方就是自己想要找寻的另一半 于是两人决定今年举办他们的婚礼 对于婚房来说呢 我觉得现在这个房间显得太冷清 太没有情调了 你觉得呢 辉哥 我们需要全新的感觉 彻底的改变 设计师 我们的婚房你做主 加油 我下一步要进行对房子的一个改造 所以说我需要了解一些信息 来供合理的科学的定位你们的空间 主要能围绕着时尚啊 浪漫还有温馨 去展开设计就可以了 还有一点就是我老婆的鞋比较多 然后她的鞋柜比较小 然后希望这个设计师能设计一个大一点的鞋柜 好看一点的鞋柜 如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竟能满足业主的需求 又能展现自身的设计理念 这对我来说是一次不小的挑战 这次我想让选手在温馨的家居环境中 寻找新平坦的进化 让家成为他们幸福的起点 设计师张景伟 这次要解决三口之家的装修烦恼 王全和陈宇大学毕业就来到了青岛 2008年他们买了这套房子 有了自己的家 不过因为资金紧张 房子只是简单装修了一下 并没有实现女主人想象中的家的样子 我们是交换空间的忠实粉丝 以前走房子的时候 我们想过什么时间有自己的房子的时候 也上一回交换空间 这次终于梦想成真了 我是有点文艺小情节的女生 原来简单的装修已经不能满足我对时尚的要求 希望通过这次改造让我的家变得时尚起来 还有哪些要求都跟我说说 我们尽全力满足你们的 好的 我们家装修的时间比较长了 时尚的色彩少了一些 还有就是门口过道的地方 有一点功能性不是很强 然后给我们改造功能性强一些 好的 没问题 盐盐 你还有什么要求啊 阿姨 我想换个新沙发 因为小时候我经常把沙发当冒床 沙发都让我崩坏了 没看出来你小的时候还挺淘气的嘛 好 阿姨给你拉钩 这个愿望一定满足你 拉钩上掉一百年不许变 女选手是幼儿园老师 平时的工作环境比较吵 所以回到家想找一种安静的感觉 所以我准备采用北欧现代的风格来装饰这个客厅 让整个空间充满时尚和宁静的感觉 首先要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希望真正到了48小时之后呢 能够像你们说的梦想成真 好吧 先送上一个美好的祝愿 就看你们俩的其实 好不好 好 那么在我们48小时倒计时开始之前 我要特别的感谢 有家有爱有欧牌 欧牌家具集团为我们提供的各两万元的家装基金 以及买家电上京东 京东家电为我们提供的各价值一万元的家电基金 好了各位 来 注意 48小时倒计时 开始 搜集开始了 蓝队首先来到灯具城来采买灯具 回家 你看这个灯 好特别哦 以前没有见过 确实是很漂亮 对 它这个灯 这个主干拿树枝去做的 对 你俩眼光确实很不错 现在灯呢 在整个家庭中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照明的作用了 更多呢 是在一个装饰上 你看这块 在树枝上有这样一个灯罩的感觉 像一只小鸟站在树枝上 显得非常的生动 对呢 我觉得现在很多灯都有这种原生态的设计元素在里面 比如说像这一款灯 我觉得像个YES这样一个设计 是吗 对 然后这款灯也很不错 还有那一款 它运用了很多文化元素在里面 一种马拉车的感觉 给整个台灯的装饰也起到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作用 现在呢 很多这种装饰元素啊 包括自然元素 融入到咱们灯的设计当中 让整个居室的这个设计 也显得丰富了很多 设计师那我们这次要选的灯就这样的吗 不是的 今天呢 我们要选的灯呢 偏现代一些 这些灯可能适合其他的风格 我们再往里搜索看看 好 为了买到合适的灯 蓝队可以说是 众里寻他千百度 这款灯不错 是我想要的感觉 是呢 你看这种黑色的线条 加上暖光灯的设计 会给人感觉很温馨 但又很时尚 是吧 辉哥 是 但是这个灯放在客厅是不是显得太单薄了 是放在餐厅吗 餐厅肯定不能用这款了 我想咱们可不可以把它放在 咱们的客厅里面做一个被紧墙的效果来出现 啊 被紧墙 这个一般被紧墙不都是一些花呀 或者是一些造型在上面吗 这种灯的话可是从来没有见过 也没有感想获得 嗯 我们这次做的呢 是一个沙发被紧墙的效果的 我想用地板上墙这种装饰手法 如果前面有这样一个线条的灯出现呢 我觉得会让整个空间会显得更有层次感 同时呢 这种线条感也比较适合我 北欧现在简约的这种设计风格 哦 这样子呀 那真的是好期待哦 红队也来到了建材市场 他们此行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选的是壁画 壁画跟壁纸有什么区别呢 壁画就是一个流动的画面的一个定格 壁画是整体的一个画面感 视觉冲击感强 壁纸的话就是一条一条的一个拼接 一块一块的重复 中间会有接放 我们要给蓝队选手选哪一章呢 嗯 这样吧 问你一个问题 嗯 什么能代表着爱情 当然是玫瑰了 嗯 对 所以说我们这次要选一个 以玫瑰为主题的一个材料 来装饰他家 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哇 玫瑰 好浪漫呀 这种材质环保吗 有没有潜在的伪害 我选的这一个壁画 材质上是亚麻跟木纤维的一个基材 所以说环保性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哎呀这个壁画真漂亮 我真的很期待贴在墙上的效果呢 希望我们家也有这么漂亮的时尚的感觉 蓝队工程进展顺利 不仅墙面装饰了地板 一进门的鞋柜和电视墙的壁炉 也都安装完毕 设计师 我经常从电视上可以看到 一家人坐在壁炉前面一起烤火 这种温暖的感觉 我觉得这种壁炉 放在这里面的这种创意特别的好 没错 在北欧大部分国家呢 它都有含冷的多甜 然后他们经常呢 会坐在这个壁炉前 一家人一起烤火 享受家庭的温暖 在这个设计当中呢 我运用了这个壁炉的这种创作手法呢 是想能给男女主人有一个 非常好的这个温馨的环境 而且你看这上面 还可以摆放一些家庭的照片呀 之类的这些东西 这样会让整个空间的 功能性也会增强 来来来 你快过来看一下 这个抽搐是不是就是 人家想到的那种感觉 哇 这么大的鞋柜 你能放好多好多鞋子吧 对啊 这一排都是放鞋的 大大增加了 咱们的储物功能 整面墙如果说都剩一层鞋柜的话 会不会利用率更高一些呢 不是这样的 像你看这个门 距离这个墙的距离非常的窄 所以说我们做柜子呢 如果做整面墙的话 会显得这个空间 走廊的这个空间非常的狭窄 会不会舒服 这样做呢 上面可以放一些小的装饰品 然后在上面再放一些罐罐啊 什么的 做一个装饰性的玄关 也是很漂亮的 设计师 我看咱们鞋柜也是白的 这个衣柜也是白的 这个屁股也是白的 等到墙面也是白的吗 当然不是 但是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 我会用两个词语来形容这个墙面的颜色 温馨 宁静 你们自己猜猜吧 他在设设计中坚持个性化定制 用艺术衬托设计 将设计融入生活 这就是我的设计追求 他是为设计而去创造的工作狂人 为设计而去创造 大家好 我是设计师薛福少 木色清晨 幸福的起点 给你不一样的装修体验 蓝队的墙面色彩终于揭秘了 咖色和深海蓝的组合搭配 让选手感到非常惊讶 哇设计师 这种颜色的运用 真是出乎我的想象 你当说的这种宁静温暖 我第一反应想到就是像香槟色 米黄色这样子 但这种暖灰和蓝色的运用搭配 真的是有一种宁静的感觉 视觉上感觉非常的舒服 真的太棒了 谢谢 我设计的时候 想用这种颜色 是因为整个空间 是客厅和餐厅 是在这一个大厅间里 咱们远处能用一个深色的 这种墙体来做的话 可能会让整个空间 延伸感更强一些 像你看这个墙面的暖灰色呢 它像不像一种奶茶的颜色呢 这种奶茶的颜色 可能也会给人带来一种休闲的感觉 还有远处的这个蓝色 它代表大海 所以整个空间的颜色搭配呢 会给业主一种宁静啊 慈盛啊 还有温馨的感觉 比起它家以前那种白白的墙 只有跟穿了件新衣服一样 真的太美了 要是我们家也是这种墙子 或这种范儿的话 我也是特别喜欢 也不知道我们家现在是什么样的 好紧张啊 因为当时跟设计师说 我们是要做分房的 所以非常担心 他会给我用一些大红啊 大绿这样的颜色 把整个房间搞得非常喜气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 温暖 温馨 还有浪漫 时尚这种风格的 让蓝队选手担心的色彩 并没有出现在墙面 设计师薛福霜 这次要用冷色调 完成空间氛围的营造 这个颜色的话 是一个蓝灰色 为什么要选这个颜色呢 因为它是一个清新的感觉 同时的话 这个色调能使空间宽敞起来 我觉得它这个蓝色的机理 效果特别好 这是什么裁机做的呀 这是用了一种环保的一个材 就是硅枣泥 硅枣泥在装修中 被越来越多的运用 它有进化空气 取异味的一些环保性的功能 同时的话 这两个颜色接近 但有不同 是为了表现一个空间的 一个从刺感 同时的话 又运用了这种 石膏线条的一个收边 使这个从刺感 更加的一个强烈 我觉得这个灰藻泥 跟这个灰色的搭配 特别凹凸有致 特别精致 时尚感特别强 你主人我觉得 应该会很喜欢 尤其是有了宝宝以后 这个材料特别环保 对 我也希望业主能喜欢我的设计 这次选用的颜色为冷色系 显得房屋有点冷清 担心业主在这一方面 会比较不喜欢 但是红队选手 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大的肯定 我觉得业主也会喜欢的 万万你看 这个地板上墙的感觉 还是不错 有一种空间放大的感觉 你的感觉非常敏锐 你看他家的客厅的 这个开间比较窄 所以把地面的材质延伸到墙面上 就会让这个空间显得非常的宽敞 还有这个地板 你看我选用的是一种 原木色的材质 放到家里会给人感觉接近雅子凉 而且会感觉非常的放松 因为他们家的女主人 是一个幼儿园老师 所以说平时工作的环境比较吵 所以我希望她回到家 能有一种安静温暖的感觉 对 我觉得配上这个灯之后 今年太漂亮 太适合拍照 设计师帮我们俩拍照照片吧 好吧 再看红盾 电视墙有了新变化 壁画和储物柜的结合 得到了两位选手的赞赏 这个柜子真大呀 能装多少东西呀设计师 真实用 是的 而且非常漂亮 刚开始的时候 我还会担心这个玫瑰花会太艳太花了 但是装到这个白色柜子里面以后 我觉得挺好的 对了 主要是考虑到业主的书籍比较多 零散东西比较繁琐一些 所以说在设计上 我用了这种实用主义的一个储物柜的设计 把他家的储物空间给他扩大化 同时的话搭配这一款的一个壁画 使他家的总体的视觉效果比较明显一些 现在楼上开乱了 你们也帮不上什么忙 你们就把这个路头拼一下吧 这个路头就是电视机背景墙上那个路头嘛 对啊 就是那个路头 给你们30分钟把它拼起来怎么样 30分钟 太紧张了吧 对啊 还可以啦 这上面有图纸 照着他拼就可以啦 可是30分钟太短了 再给我们点时间吧 不准讨价还价 好了好了 好吧 开始计时了 快做吧 抓紧时间拼哦 听不完让你老公做俯卧撑哦 蓝队小两口能否在规定时间完成任务 我们拭目以待 接下来 再让我们看看红队的进步 妈妈 你不是有很多鞋子要放吗 你看我给你做了一个强大的一个储物空间 这个位置可以放你很多的一些鞋子啦 包括你甚至你挂衣服的地方 我都给你考虑进去了 希望你这个设计你能喜欢 时间到了 蓝队没有完成任务 时间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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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呀 我们马上就要结束了 你看就这一点点了 时间到了 光明看你们大型已经出来了 少做几个 做十个怎么样 十个做小做点吧 九点五个 老公 做一个给他看吧 加油 卢哥加油 说做就做 要知道 我们的男选手可是深藏不露的体育老师 再看红队这边 不仅餐区的位置发生了改变 新增加的卡座设计 又让两位选手有些意想不到 这个地方太美了 有点像大花群的感觉 非常美丽 而且也很实用 我觉得情调挺温馨的 而且挺浪漫的 对 主要是考虑到吃饭 本来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我在这个 就餐区给他做了一个卡座的一个设计 主要是一方面的话 增加这个生活的一种情趣 同时的话 运用软包的一个造型 红白的一个搭配的一个方式 一个视觉上的一种享受 同时的话 一个就餐区的一个舒适 同时的话 考虑到储物 所以说做了一个吊柜 做了一个底边的一个储物空间 我觉得即使用又美观 有点像小酒吧的感觉 感觉在这里用餐好享受 对 就是达到这种温馨浪漫的一个就餐环境 毕竟年轻人都喜欢这种格调 万万你在这上面画三个小人 然后这代表他们一家三口好不好 好啊 这个小黑板真的是很好 既可以鞋子还可以画画 底下还可以挂衣服 真的是太棒了 不仅是这样 它还有一个功能 也就是主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你看它这还能打开 在咱们门口的地方 有一个电表箱 你看到了吧 哦 然后这是为了挡那个电表箱的 是啊 现在的设计真的是太人性化了 快看这里还有好东西 怎么样 我帮你好东西了 你看这个好漂亮啊 这个挂衣服的架子 上面全是用圆幕设计的 拼在一起 很特别哦 对啊 这种圆幕设计的木装的感觉 和咱们墙面上地板的这种材质呢 正好有一个呼应 这样的话整个空间就显得更加统一 更加整体了 我们这次和设计师给红队打造这个空间 也是我们自己非常喜欢的一种风格 首先从墙面的一种色彩搭配 到地板上墙 做沙发背景墙这种创意 都是非常新颖的 还有呢 我们特别注重一些细节的装饰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餐厅背景墙 我们拥有了一个埃及的 一个文化符号的一个装饰 这也给整个空间增加了一些文化氛围 我比较喜欢设计师购买的家具 放在空间里边显得特别的简洁和大方 设计感特别强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个摩登旧的家 这个作品叫麦苗曲线 整个空间有两个特色 一个是各种各样的曲线 另外一个就是我的特长 色彩 设计师周同擅长用色彩来装饭空间 这一次他带来了一套面具 只有90平方米的两知识 他给这个空间取了个名字 叫曼妙曲线 一进门 这种强烈的色彩 就给人一种时尚现代的视觉感受 这种色彩的冲撞 也来自于业主郑先生的梦想 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 就是喜欢在一种五颜六色的环境下 但是又有那种黑白为主色调的 然后找到设计师之后一沟通 然后两个就不谋而合 整个空间的主题就是摩登趣味 所以我在进门玄关处就用了那个黑白砖做一个切割处理 从玄关延续到客清 这里马上就会成就一个比较摩登的味道 整个墙面一直延续着这种浓烈的红色 并且暗藏着许多功能设计 这个空间本身是没有玄关的 那么所以我在这边过道上做了一个柜子 当做一个玄关 但是这个柜子本身比较硬朗 这边产生一个直角 所以我这边就是用了一个半圆的弧度 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 一个可以当做一个半玄关来处理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视觉上缓冲这个空间 走进客厅 周同在墙面的处理上则是大量的留白 但是却设计了很多圆弧的造型 各种造型的设计也使得原本单调的空间充满了更多的变化 因为整个空间是一个圆形作为一个基点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个顶上是圆的 包括这个灯的挑选 还有就是说电视背景这排柜子都是弧度 包括这个电视墙都是整个都是有弧度的 然后这个弧度都是围绕着这个圆来处理 包括沙发这边也是一个定制这么一个弧度 然后包括后面这个吧台处理 这些所有的圆加起来刚好做成一个是一个整圆 基本上因为整个房屋都是以圆形为主 我就感觉处在任何位置都是圆在中心一样 在客厅的色彩处理上 周同挑选了一把蓝色的沙发 配上金色的茶几 这两种色彩的冲状也使得整个空间充满了艺术感 除了这个造色做处理之后 我这边还做了一个混搭手法 可以看见一个左边一个豹纹的一个椅子 包括这个茶几 我是一个以树灯的造型 然后以不锈钢的材质切合成了一个茶几 下面映成了一块花鸟图文的一个地台 整个一呼应啊 就感觉做的时间长也不会枯燥 就是每天就是始终保持着一种新鲜感 在客厅的一角 周同设计了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整个吧台跟这个后面这个厨柜是连在一起设计的 也是用了经典的就是黑白加眉红来呼应整个色彩 一般的人说可能说敞开式厨房 可能比较解决就是说油烟这个问题 那么我这边就是特意做了一个电动窗帘这个装置 那么平时比如说你偶尔想热热一下的时候 我可以把这个窗帘就是说关下来 自己的油烟就一点都不会跑到外面去 在周同的设计中色彩无处不在 除了客厅之外 主卧的空间里也是充满了色彩的碰撞 走进这个卧室 你首先会被这个床后面这个软包所吸引 因为这边有一个三种颜色 霉红色 香槟色 还有一个豹纹 这三种颜色花纹组合 然后视觉上包括色彩上刚好呼应整个空间主题 再配上这个定制地板 包括顶上的这个定制石膏线 立马会让整个卧室会写得比较精致 接下来是我们旧物改造的命题时间 很多观众非常喜欢这个环节 认为旧物改造既体现了环保的精神 同时也能体现我们选手的智慧 责任心 动手能力等等 今天我们要改造的这个命题 其实以前改造过挺多次的了 就是啤酒瓶 每一次大家都能拿出比较好的点子 这一次呢 希望我们红蓝两队仍然能够拿出好的点子 我希望是更好的点子 为什么呢 因为青岛嘛 是啤酒之香嘛 这次我们改的是啤酒瓶 我是想把它做成一个竹台灯 怎么样 竹台灯 嗯 想法比较不错 但是如何把它变成一个竹台灯呢 从中间切开 就像我涂上画这种设计一样 然后呢 在外面我们再加上自己的一种创意在里面 然后把它变成一种居家的装饰 而且呢 到了晚上点上蜡烛 还增加一天浪漫在里面 嗯 想法不错 但是怎么把它切开呢 这个伟大而坚决的任务就交给辉哥了 我们青岛人啊 最爱喝啤酒吃嘎了 啤酒瓶在青岛是最常见的了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怎么去改造它 今天达到这个命题的时候 我决定做最擅长的绘画 就用线描画的形式去表现它 想做一个花瓶 我们就改造这皮物呢 先把这个瓶子喷成白色 接下来就看我老婆 怎么没有比生花 把这个瓶子大变身了 红队改造的花瓶 究竟效果如何 我们先留个悬念 再来看看蓝队这边的情况 日午完成 交差去 妈妈 你看我切完了 回来了 哇 太棒了 要就这种感觉 而且我给你把这个 这一块都打磨 打磨好了 哇 伤不到手了 辉哥真是暖男一眉呀 太贴心了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要做的是 要把这个麻绳 缠到上面去 因为直接在玻璃瓶上面 涂颜色呢 会没有我想要那种质感 所以呢 我们把麻绳先缠一圈 然后把它缠满之后呢 然后在这个麻绳上面 涂上我们自己想要的颜色和图案 我想这样子的效果 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做出来的效果 想象当中要好很多 我觉得晚上在黑暗的情况下 这个烛光 透过隐隐约约的这种麻绳 效果会更浪漫的 接下来是我们旧物改造投票的时间 红蓝两队的选手呢 都已经把作品完成了 我们先来看红队的作品 红队的作品非常简约 就是把啤酒瓶做成了一个花瓶 它呢是上了白色的底漆 然后呢 手描了黑色的花 现在插的是三只可爱的小熊 其实你也可以插 比如说鲜花啊什么的 这是红队的作品啊 蓝队的作品呢 我想也许是受到小时候 冰心先生的这个文章 叫小橘灯的启发 他做的呢 是这个小竹灯 什么意思 半个啤酒瓶 他把啤酒瓶切开了 然后拿绳呢 缠上 给它汇成这个彩虹的颜色 里面就放这个蜡烛 现在是白天 我点上您也看不出来 但事实上到了晚上 它隐隐约约 可以透出很阴晕的那样的光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一个烛台了 那 真不浪费啊 酒瓶的下半部分 做成了这个竹台 那这是一个香蜡烛 直接放进去一点 技能有点照亮 同时呢 还有点香味 这是蓝队的作品 好了 我们现场有 五十位交换空间的观众朋友 请用手中的乒乓球 告诉我 你更喜欢花瓶 还是更喜欢小竹灯呢 投票开始 五十票 最后呢 是二十三票 比二十七票 我们要恭喜在数量上 至少在数量上 占优势的蓝队 你们二十七票 那在这个环节当中 我们的选手呢 都是有奖品的 本栏目选手奖品 由雨红防水 给我们提供 感谢对我们节目的 打击知识 奖品就是 公主项 来 好啦 四位 又要说那四个字了 梦想成真 问号 是吗 马上就要揭晓答案 我的这次设计主题 叫做幸福的起点 以蓝色性 被褶色调 同时 总体的空间 夸张起来 同时的话 这次的设计重点 在储物上 强大的电视 想要储物 中部的 结构的一个储物 包括旧三区的一个 温馨浪漫的卡座储物 同时把有限的空间 进行了一个 无限的扩大 增加了一个单独的 工作区域 这样工作跟生活 两个单独 总体的设计 温馨又自然 美观又实用 希望业组能 喜欢我的这次设计 弯弯和赵立辉 马上就要举行婚礼了 是吧 你们已经领证了吗 领了 也就是合法夫妻 新婚燕儿 对吧 所以这个房子 是你们的婚房 组建小家庭之后的 第一处房子 所以当时你们也提了 很多的形容词 温馨浪漫 时尚 我也不知道 能不能做出 你们所要的那个样来 看吧 好期待 很紧张 挺紧张的 挺紧张的 幸福起点 哇 三 二 一 哇 哇 哇 真的很不错 真的 哇 鞋柜 我就鞋柜了 你要鞋柜 对鞋柜 嗯 鞋柜 够用不够用 我们先看看 这是放高一点的 就是中靴吧 啊 放靴子 绝对过了 这放长一点的靴子 嗯 靴子 然后这边呢 是挂衣服的 这个鞋柜 这边还可以坐下来换鞋 是是是 因为你们要结婚嘛 所以就那个红色 而且红色跟白色 超级好看 超级搭的 嗯 对 这边挂点什么包啊 什么之类的 这个项目的颜色也不一样 这个香味 哦 对 淡淡的 蓝 淡淡的 非常淡 嗯 哎观察好仔细啊 真的是哦 嗯 对 哇 这个好温馨啊 这中间是做了一个照片墙 你们拍观察照了吗 拍了 把它放这儿 在哪个地方吃饭 看着我们的照片 哎 那个是是是 那个饭越去越无耳 嗯 嗯 嗯 增加了好多个储物的地方 包括一些吊柜呀 什么的 这边呢 就在吊柜以下顺势 做了一个 特别喜庆的 对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种 感觉很时尚 走一下吧 走一下 就有感觉 好像我俩天天都可以在咖啡馆吃西餐 俩俩只吃饭 那种感觉 天天约会 对 天天约会这种感觉 然后感觉私人的空间 还是我们的状态 非常棒 你底下的这个也是柜子 哦 你看到吗 有那个对门 啊 有把手 一共有两个大柜子 啊 这底下也可以放一些东西 对面的这个小柜子 一进门对面的这个小柜子 是你之前的 对对对 之前的 这东西还可以 所以就没扔 就是新的家具的款式颜色都是从它生发出来的 你会发现你们的鞋柜呀吊柜呀包括里面的电视柜都是这个一个形式的啊 对 一进门你的入户门在这儿那么它加了一个小花格就是相当于一个小玄关吧 嗯 那个意思 这样子这种动静分离那种感觉能做出来更好一些 对要不然你进了入户门马上就能看到好几个门 对 对对对对 原来是开放性的厨房 对加了这个东西也好漂亮 他现在加了这个他这个现在不是个门啊是压口 但是等于把两个空间给你分开了 对 这回头呢如果你们想加一个轻一点的门也可以就可以附着在这上 好喜欢这种颜色 但是跟摄影师说就是想分隔出区域的啊分隔区域啊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花格呢也是一个分隔区域的这么一个作用 等于说把一进门的位置和客厅分开了嗯嗯 这样哇我看到了老公你最想要的哈哈哈把阳台留起来了 嗯去看一下吧先来看阳台吧阳台做了个地台我们俩上去试一试 哇有松木的味道是不是啊对啊啊这个都是松木的 又又又又小心点真的是好好啊 沐浴的一米阳光啊哈哈爱的人一几品的茶 真的是太牵引了太牵引了 好了我们看完了这儿啊这儿呃呃在收收客厅区 反正就是一目了然其实没有什么稀奇的东西啊 但是真的是变化很大我家以前吧就是 摆了家具嗯摆了这种电视柜摆了沙发就好了 嗯然后也没有这种就是像电视片以前这种柜子呀 嗯还有就做这种边框嗯 然后他这个边框为什么要做呢因为边框里面是硅枣泥 哦而且是换了一种颜色你发现了吧 就是这个呢和这个都是那种淡淡的有点灰调子的蓝色 对我特别喜欢这种蓝色嗯啊因为我自己有个小店嘛 我那个店那种就是主题色为爱色就这种蓝色啊 啊这样的真的是超级好嗯 这边的灯也跟那边的灯呢是一个形式的哈 这个地方呢要给你稍微讲一下嗯你要一个学习区对吧 就是我平常设计珠宝啊这样子啊 对然后现在呢就是把这个柜子就是你的鞋柜 你会发现它的体量挺大的是因为给它做的比墙要宽一块 宽的这一块刚好呢就是赢得了一个学习区啊 你在这只是要加一盏台灯 这个地方就可以非常有效的例如上一个小宿桌嗯嗯 然后加三个抽屉嗯 这样以后他干他的就不会打扰到我对对对 那你不会觉得说这个柜子长宽了一块 所以我觉得没有没有面积小的吧 没有觉得嗯 真的是好漂亮啊太太满意了 本来我想的是因为给这里就说的是婚房嘛 但是没有说具体的主题 我不想就想会是大红啊大绿啊 你是大红啊 但是不是这种不是这种大红大绿 就是说色彩很重的那种很新鲜那种感觉 但是这种吧会给人感觉很浪漫 真的是浪漫微信又时尚 真的啊太好了 他呢太棒了 在这呢稍微的就是说 我感觉稍微有点忧虑过猛的点了一下 玫瑰花的那个壁纸 体现一点昏黄的感觉 对 面积呢不大 所以呢不会让你感觉好整体都是大红大绿的啊 这笔纸行吗 行啊我喜欢我就特喜欢画 我什么都喜欢 我喜欢 第一次是你不喜欢的 他喜欢我就喜欢 百分之老规矩 百分吧 那我要加120分 120分 好给不加分了 对 你呢 我跟他一样吧 好的 那我们红队加漂亮吗 红队加也很漂亮啊 是吧 那你觉得你们加漂亮还是他们加漂亮 为什么要再遮住呢 因为我们要去红队加呀 去红队加 就要把你绑上 你觉得很没有逻辑 是不是 对啊 为什么要绑住我们呢 我们现在呢 把弯弯的眼睛蒙上了 接下来的时间呢 就要交给小灰了 好好表现啊 什么声音啊 三二一 拜拜 出发 哇 是你自己想的吧 希望你能喜欢 太喜欢了 也希望我们以后 几个爱情 永永远远 希望你永远 开心幸福 好幸福呀 好开心呀 我觉得真的是太好的参加这个节目 嗯 然后因为我们俩也是马上要孤入这种 就是婚姻变堂的很浪漫 然后突然又参加这种节目 又恶心房这种改造 然后强指呀 家具呀 所有风格都是我最喜欢的 然后又收到花 也是我最喜欢的花 真的是 太好了 抱你了 抱你了 对 嘿嘿嘿 太好了 嗯 好 先祝你们新婚愿快 谢谢 嗯 好 那我们就去红队加 好 走了 我的作品《暮色清晨》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女选手 她的工作环境比较吵 所以说回到家想找一种安静的感觉 所以我选用了令人放松的材质和色彩 比如圆木色的地板 休闲的奶咖色和大海的蓝色 作为主色调营造出温馨宁静的时尚氛围 局部抱枕选用了黄色系与蓝色系的碰撞 让空间更加生动活跨 我认为家是一个避风港 是一个可以给人温暖的地方 家庄设计要根据不同人的需求去设计最适合他们的居所 从而让他们得到一定的满足感 而他们的满足感就是对我们最好的奖励 好了 刚才一直喘粗气 是吧 好激动 好期待 很激动 有没有点害怕 心里没底 有 你们觉得蓝队家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的挺浪漫的 我觉得 如果把你们家做成那样的话 你们会觉得满意吗 满意 真的 那我可以特别肯定的告诉你们 你们家跟他们家长得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 特别不一样 是吗 完全不一样 从色彩到格局到到风格都不一样 王群是做幼教的 对 幼儿园老师 幼儿园老师 那你平常带的是大班中班小班 大班 大班 吵不吵 还可以 习惯了 所以你喜欢安静的家居吗 喜欢 一进来就感觉 哎 能够让你放松一点 对 轻松一些的 轻松一些的 行吧 那我们就看吧 木色清成 哦 这比较好轻轻啊 三 二 一 哇 不一样啊 不一样啊 真棒啊 漂亮啊 哎 这个地方很棒 我还喜欢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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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个书 看个咖啡 太棒了 真的昨天咖啡屋差不多 真的太棒了 变化真的好大啊 跟那边不一样 我没骗人吧 不一样 但是我喜欢我们家的感觉 就是 后骨的气息 特别特别浓度 然后我很喜欢这种格调的感觉 特别有点那种 哎 文艺范很足 特别特别足 你看到这种蓝色 你会觉得比较安静吗 对 心里面会有一种平静的感觉 对对对 可能我们幼儿园是五颜六色的颜色 对嘛 家里面我希望安静一点的颜色 对对对对 还有那种他们管那个叫奶茶色 我管这个叫拿铁色 那个拿铁咖啡 五分之一的咖啡 加五分之四的奶 出来几乎就是这个颜色 哦对很漂亮 是吧 确实确实 这个确实看上去挺安静的 对对对对 比较舒缓的色彩是吧 对对对对 不是那种跳跃浓烈的 对对对很漂亮 另外你看地板 哦 哦 对啊 我让你们看地板 不是为了让你看地板 哦 我让你们看地板是为了让你看墙面 哦 一样的 对 我这刚看见 哦 像呼应的颜色 不是呼应的 它说完全就是地板上墙 哦 完全是地板上墙 你摸 这就是地板 哦 哎呦这个气感挺好的 这个颜色呢 和对面的那个拿铁色奶茶色呢 就是很很协调 协调的颜色 哎呀我觉得设计师特别用心 在每一个地方我觉得都满足了 我所有小女生的 这个小女生这个要求 我觉得 很高雅的 哦对特别高雅的 哦对特别高雅的 今天工作以后感觉到就是 很松弛很放松 对对对对 是的是的 那我们老李走走看啊 嗯 它这做了一个就是抽象的壁炉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其实主要就是放电视面纸呢都是清灰色的哦 哦 我觉得设计师特别用心 有很多都很 哦包括窗帘 对对对对 都一样的颜色 哦对对 走一个色系 哦对对走一个色系 哦对对走一个色系 哦我觉得有些时候很难走一样的颜色 其实啊你单看这个窗帘的颜色呢 呃你会觉得有点发旧 啊通常如果会 会觉得 但是你要这样搭起来之后 我就觉得非常就是很优雅 对对特别优雅 就特别优雅 像走进一间咖啡屋一样 特别放松 特别特别好 试一下沙发 哦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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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舒服 哦这个颜色也跟它很 对这个颜色找的是墙面的基底色 就是 哦墙面的基底色 你的那个颜色呢找的是墙面的提亮色 蓝色 哦蓝色的墙面的提亮色 对对对对 每种颜色都是有相互的关联 喜欢有放弃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哦 参区换成那样的 参区真的是很棒 参区从这个角度看一看 哦对对对对 我觉得是 有点像风景画的感觉 对对对对 有点像风景画的感觉 对对对对 我们来看看 你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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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当时的这块很空 没有另有啥 对对对对 那现在做成一体的了 全部都做成一体的 好 然后就是做成那个下面的柜子 上面的那个是这个 哦一钩 哦一钩 这个是圆木片沾上的 哦 就是体现一种放松松弛的感觉 哦就是田园的 就是大自然的感觉 对对大自然的感觉 这边全是鞋柜 哇 你帮你一家的 好多好多好多东西啊 你帮你一家的 这儿是一个留言板 哦小笔板 哎 我以前想摆一个了 爸爸妈妈宝宝 你那小孩多大了 我们家上学了 我们家上学了 上学了 欢迎回家 这是一个留言板 然后对 像这里呢 可以挂点什么钥匙什么的 哦 那些这种小东西 哦我喜欢我喜欢 这边你以前有个柜子 但是 这个柜门不是这样的 多好看 对 这个 这个是多好看 他就给它变成 跟那个一样的柜门了 哦 其实不仅仅是柜门 都都换了 你看里面也不一样 哦 格局也换 我觉得工能性更强 以前就过子分三段 对对对对 这中间还可以放书 上下都有 从前你当个书柜匙就行 对对对 哎呀真好真好 哎呀太感谢我设计师了 我觉得每一个地方都特别用心 我觉得 我没有说那个灯哈 哦 那个灯 其实它这个背景灯 主要是为了做一个效果的 并不是完全被照明 哦 就为了 因为你这地板上墙之后呢 面积挺大的 嗯 没有一点照明的话 会显得呆板 他现在就用了这样的一个 几何图形 你看圆 长方三角 是吧 啊 我觉得这个做背景 不但会显得那个房间很亮 然后觉得会很好看 嗯 它比较立体 对对对 它会让你的这个层次 就被做出来了 那晚上开电视的时候 其实其他主灯都也不一定要开 开这个就可以 哦 这是 是 哎呀好开心啊 好开心啊 好开心啊 我觉得 嗯 嗯 本来觉得那个 蓝队家那样就让你们很放心 对对 我觉得挺放心 因为他们家装身都很漂亮 嗯 但是我觉得我们家更漂亮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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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了 打分了 你们现在这个高兴 满意是异于言表了 嗯 不知道是真是假 我们我觉得我们给自己是打100分 我觉得啊 100分代表的圆满 我觉得啊 今晚出露宿 就所有的地方都很满意 没有觉得不满意的地方 所以觉得很圆满 我要打100分 100分 嗯 嗯 所以你老婆的 我感觉应该一半分还要做 我最满意的这个 餐区 嗯 非常 适合我 工作减压的那个地方 很棒 太好了 太好了 你看这个视力师呢 确实是非常用心 桌旗 嗯 包括这个装饰盘 都是这种颜色 我给你讲 最用心的位置是什么呢 这朵绣球花 都是这个颜色的 哦 这个真的很难找 很难找 这个是非常用心的一个设计师 你是不是觉得啊 香气扑鼻 啊 百合的香味啊 香气百合 好了 我们蓝队的选手 还有两位设计师都出来吧 大家 见个面都辛苦了 太感谢了 好用心 我好喜欢 我真的好喜欢 百分之后很原版 很原版 我觉得能够来 十分之后 挺好的 我们48小时的装修呢 已经结束了 我一直这个念念不忘啊 就是 你们两家都说 是我们节目的忠实粉丝 这次入选 也是觉得是梦想成真 但当时节目开始的时候 我就说 现在讲梦想成真 算是没试过早 嗯 到现在 48小时结束之后 咱们也收完房了之后 让你们再给一个评价 你们觉得 叫梦想成真吗 要 这是什么想成真 鞋型很原版 我们觉得 是吧 是一个句号 是一个句号 这边呢 也是呀 明不及时的梦想 那太好了 大家喜欢 我们特别高兴 大家喜欢 两位市地师 心里也特别的高兴 好我们今天节目 马上就要结束了 在结束之前 还是要特别感谢 有家有爱有欧派 欧派家居集团 为我们提供的家装基金 以及买家电上京东 京东家电为我们提供的家电基金 来我们一起来说那句话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 交换空间 交换的空间 情感的故事 两个勇气和家的房子 你家有我装 我家有你装 只要别和送钱一样 我家有你装 一起来吧 来体验吧 用你的双手 去感受它 此时的消失 时光的 您拥定 您拥定 感谢观看